大家好,我是刘淼,今天我来跟大家一起学习一下第六课的生词部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动词,Govarit,这个动词的意思是表示说,说话。 那我们首先呢,来一起看一下它的人称变位形式,我来领大家一起读一下。 那我们会看到,这个动词属于俄语的第二变位法,那它也是我们教材中第二变位法的示范动词。 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例句。 它的俄语讲得很好。 好,那在这个例句里面呢,我们除了要知道on和govarit之间的人称一致关系外呢,我们还可以再学会一个说某门语言的词组,Govarit pa Ruski,要使用到动词Govarit和副词的形式。 那相同的类型呢,我们也可以讲Govarit pa Angliski,说英语,或者是Govarit pa Ruski,说中,说汉语。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个小对话。 Voy govarit pa Ruski, da govario。 您说俄语吗? 是的,我说俄语。 那我们在朗读这个对话的时候呢,要注意到第一个问句,属于不带疑问词的疑问句,要使用调形3的形式来朗读。 Voy govarit pa Ruski。 好,下面呢,我们来学习动词Smartreć。 动词Smartreć的意思是表示看。 首先呢,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它的人称变位形式。 那通过我们对动词Smartreć人称变位形式的学习,我们也会发现,这个动词也属于动词第二变位法,而且在变化的时候出现了动词的重音移动现象。 我们会看到Smartrećsmartreć,那它动词变位从单数第三人称开始,重音前移,一直保持到负数第三人称结束。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句。 Nina хочетSmartreć dzirivizr。 Nina想看电视。 那通过这个例句呢,我们可以学习到看电视这个词组的表示方法。 Smartreć dzirivizr。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个小对话。 Sto vizmotreć? Jia smatreu dzirivizr。 Nin在看什么? 我在看电视。 那Sto在这个地方是不带前置词的第四个,是Smartreć的直接补语。 那因为Smartreć这个动词是集物动词。 好的,我们继续再往下学习。 动词Hajit。 Hajit的意思是想。 那这个动词呢,是我们在口语也好,书面语也好,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动词。 首先我们来学习一下它的变位。 那Hajit呢,属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动词变位的形式。 我们会看到,首先我来跟大家一起读一下。 那这个动词呢,我们在俄语中把它称为混合变位。 也就是说,大家会看到它的前三个形式,有一点像动词第一变位法。 那它的后三个形式呢,又像动词第二变位法。 这种动词真的是少之又少,所以呢,需要大家单独记忆一下。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Hajit这个动词的搭配关系是Chiwo或者是不定式。 Chiwo是指如果想要什么,什么可以是第二格。 那不定式,相信大家都能理解了,想做什么,做什么后面使用到不定式的形式。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例句。 On хочет adihach,他想休息。 那他想做的事情是休息,所以休息呢,可以使用不定式的形式。 我们继续往下看。 Что вы хотите делать? Я хочу слушать музыку。 你想做什么? 我想听音乐。 那我们会看到,想做的对象,想做的事情,包括后面的听音乐,全部都要使用到动词不定式的形式。 好的,这个动词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我们继续往下看。 Bisach Bisach意思是写。 那Bisach呢,属于我们已经学习过的动词第一变位法。 我们来一起读一下。 IA-Bisach,Bisach,ON-AN-A-Bisach,Mui-Bisem,Vui-Bisach,A-Ni-Bisach。 那大家会说,这个动词第一变位法,似乎跟以前我们学的有那么一点点不同。 那我们会看到,首先,这个动词在变位的时候,出现了辅音音变的现象。 那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是哪一个字母变成了哪一个字母呢? 我们看了一下,那它是字母S,变成了字母S,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它在变位的时候呢,又出现了众音移动的现象。 我们会看到,从单数第二人称,众音开始往前移,Bisach,Bisach,然后呢,一直保持到最后的负数第三人称。 第三个地方需要大家注意的,是这个动词在变位的时候,发生了辅音音变的现象。 这个音变的现象,从单数第一人称开始,一直持续到负数第三人称结束。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称形式都要保持音变。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例句。 Lena красивa bichet, Lena写得很漂亮,写字很漂亮。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例句。 那这句话呢,出自我们的课文,我们看,它的意思是表示,安东想去学院学习,所以他读很多书,写很多字。 那在这两个例句中呢,我们动词Bisach,全部都是无补语的形式。 也就是说,它后面不需要出现写什么,而直接使用它自己,就可以表示写得漂亮,或者是写很多。 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 动词Abidach,Abidach意思是吃午饭。 它的变位呢,非常的简单,属于我们已经学过的第一变位法。 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句。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句。 我想吃午饭。 那这个例句呢,大家看到可能也会觉得熟悉了,因为我们已经学过了动词Hadzic,想做什么,要使用到动词布丁诗的形式。 好,那下面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本课出现的专有名词,Sankt-Bitselburg,圣彼得堡。 好,那我们会看到,圣彼得堡呢,是俄罗斯第二大城市。 1712年,彼得大帝迁都到彼得堡,在随后的200,一直到1918年随后的200多年的时间里,这里都是俄罗斯文化、政治和经济的中心。 所以呢,它圣彼得堡又称之为俄罗斯的北方首都。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圣彼得堡是俄罗斯通往欧洲的窗口,也是一座科学技术和工业技术高度发展的国际化城市,拥有许多的高等院校。 好,那我们下面呢,就来看一下这边的图片。 那为大家分别准备了,比如说这个地方呢,是彼得要塞。 那我们再看,这个地方是圣彼得堡著名的东宫广场。 那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著名的东宫。 那现在呢,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大型的国家博物馆,叫埃尔米塔什。 我们俄语读成Musei Ermitash。 这个是圣彼得堡旅游圣地,叫做Bizirgov。 它是一个喷泉群,是一个宫殿,然后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喷泉。 那大家会看到,下面的这幅图片呢,是彼得堡的一条大街,名字叫做Nievsky Prospect,聂瓦大街,聂瓦大街。 好的,那圣彼得堡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咱们下次见。